你实在看不惯那几个人,也不能用这样的办法呀,我不管你在外面跟别人有什么矛盾,这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情,你怎么能干得出来呢? 不说其他的,正儿这样还挺好看的,只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女儿,要是有个女儿的话,一定也是长这个样子的。 哎呀,要是这混小子是一个姑娘家就好了,女儿肯定乖巧听话。 此刻青楼的那几个人醒过来之后,一直在找她们的美人。 那个美人可不是我们这里的,那个美人是一个官家小姐,但具体是谁我们就不清楚了,也不知道这官家小姐怎么会来青楼玩啊,她刚刚被她爹给带回去了,看样子她爹好像还挺生气的。 哎,或许真的是我们与那位美人有缘无分吧,也不知道那位美人是哪位大人家的小姐。 清城里的小姐们大多端庄可人,就算是有那么几个婆娜的,那也不会来青楼吧。 此刻的林木 大瓜大瓜,你公公居然有一个儿子在宫外。 我记得你是从小就跟在我身边的吧,我们俩也算是一起长大的,你六七岁就能生孩子了,你就这么厉害的吗? 皇上啊,奴才可是从小跟在您身边伺候的,我六岁净身入宫,六岁的孩子怎么让人怀孕呢? 难不成李公公是净身没有净干净,他是一个假太监? 使不得,使不得,这里这么多人呢,就算是要证明也不能这么证明。 咱们可以私底下看,这还有这么多姑娘在呢。 李公公是真太监,他六岁就入宫了,但他确实是在宫外有一个儿子。 他爹娘把他卖掉之后又觉得自己家里不能绝后,然后就买了一个寡妇进来。 那个寡妇肚子里还有一个姨父子,那个姨父子叫李明根。 所以那个寡妇肚子里的姨父子,现在就是名义上的李公公的儿子? 是的呢,李公公的父母早就去世了,所以家里就是那个寡妇和李明根了。 哦,那个李明根长得还挺俊俏的,他还和郑国公家的三小姐私定终身了,两人打算三天之后私奔。